最近社交媒体上正在疯狂传播一条消息 说中国的福建舰正在不停进行舰载机电磁弹射测试 当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有不少人在酸啊 说什么美国的电磁弹射先进多了 人家都经过实战检测都弹了八千多次了 但是吧 如果你真找到了福特号航母的电磁相关记录 你就会发现 福特号的电磁弹射器是真的飞 而且还不是那种一般的飞 是那种飞到突破天际的 首先福特级航母的电磁弹射器 自从装备以来就没有一天是完好的 尤其是2024年更是发生了四条电磁弹射器 同时故障连续五天无法修复的情况 五天啊 各位想一下啊 如果在战场上 如果正在打仗呢 你猜在战场上 你的电磁弹射中是突然全部瘫痪五天 你的对手到底是会给你五天啊 先让你把东西修好了再和你打 还是趁你病要你命 直接给你送进海底 当然了 故障还不是最大的问题 接下来三个问题更加致命 首先 福特号航母的电磁弹射 只能弹射中型战斗机 不能弹射中型战斗机 这让福特级航母的对地压制能力 和对海作战能力都下降一个档次 其次 就是E2D鹰眼预警机上面的电磁设备太多了 一旦上了电磁弹射装置 两者互相干扰 会导致装置瘫痪 无法使用 因此福特级航母就没有装备预警机 预警机的地位很重要 是航母编队的眼睛 也就是说福特级航母说白了就是个瞎子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的电磁弹射 它能被电磁干扰给干扰 简直就是花天下之大敌 也就是说你随便来个干扰器 都能让整艘航母的弹射装置直接瘫痪 没有办法弹射战斗机 为什么福特级航母的电磁弹射 这么容易被干扰呢 原因是四台电磁弹射器 使用同一套储能组和功率转换子系统运变器 因此无法将各弹射器单独隔离 导致电器隔离系统和电磁系统屏蔽 完全没做好 这样的航母有什么用呢 什么用都没有 弹射过八千个中型战斗机 但凡重量稍微重一点 这个弹射器都没法用了 这样的航母真的好强哦 当然也有人说这些消息是假的 因为美国没有国防报道 都是国内媒体来说 那我接下来找一个美国媒体都在说的佐证 目前福特号航母的飞机全都是中型战斗机 没有中型机 T-45AC是美国军舰的舰载教练机 最大起飞重量6.1吨 F-18EF战斗机是美军的主力舰载机 最大起飞重量也就29.9吨 EA-18G电子战飞机 最大起飞重量30吨 C-2A灰狗运输机 最大起飞重量27.2吨 F-35C最大起飞重量31.8吨 那美国海军又不是没有重型战斗机 为什么不复输在福特级航母上面呢 是因为不响吗 实际上中国这边已经用 殲-15重型舰载机在陆地电磁弹射轨道上 测试数千次了 每一次都是成功 稳定性非常好 这还是2017年一年的数据 而美国人从2013年到2021年 才弹射了8000多次 一天也就三次 就这个数量 你还好意思说 经过多次实战检测 还好